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近日在山东青岛落下帷幕 江苏省演艺集团南京市话剧团联合演出的原创话剧《丰树林》获得文化大奖 苏州昆剧院的昆曲《牡丹亭》获文化优秀剧目奖 张家岗市艺术中心的西剧《易中原》获文化剧目奖 话剧《丰树林》的主演于东江获中国艺术节表演奖 在群众文化最高奖《群星》奖的角逐中 我省九件作品三个项目五位个人获奖 文化奖是国家文化部主办的专业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 每三年评浅一次 本届艺术节上江苏文艺军团创造了近十年来 参加中国艺术节的最好成绩